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112年5月15号的宜兰新闻 我是刘耀珍 今天首先来看到宜兰的春天旗舰活动 2023宜兰绿色博览会 昨天5月14号母亲节圆满闭幕 今年累积超过了40万人次到访 整体的满意度是93.1% 人气跟口碑都居佳 所以县长林姿庙特别带领了工作团队 向游客一鞠躬感谢大家的支持 同时宣布2023宜兰国际童安艺术节 青春梦土7月1号即将接棒登场 为期45天的宜兰绿色博览会 母亲节当天在园区梦想舞台举行闭幕式 马嘎巴亥文化艺术团以原名舞蹈演出 美丽的大地为闭幕典礼拉开序幕 谢谢马嘎巴亥文化艺术团 他们的歌声他们的舞蹈 欢迎在现场所有的掌官贵宾 还有各位相亲朋友 谢谢大家让今年的绿色博览会 有许多的温馨也非常的顺利圆满成功 各位的每一位都是我们要感谢的贵宾们 谢谢你们 谢谢 美好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 今天是我们绿色博览会的闭幕典礼 我们从3月31号到5月14号总共有45天 我们今年的绿色博览会 内容非常的丰富 而且能够成为全国最棒的 我们爱护地球 然后对地球的保护 我们结合了联合国SDGS永续的发展 让我们的下一代在最干净的城市来长大 那今天的力博能够这么的成功 感谢各位相亲好朋友 能够大家共襄盛举 来到了宜然县 那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寺庙要感谢的 我们更感谢的所有的相亲好朋友 因为有你们的参与 让绿色博览会倍增了很多的光彩 在去年因为疫情所影响 来到绿色博览会的入园人数 大概只有24万人左右 可是在今年统计到昨天晚上为止 入园人数已经超过40多万人 所以代表说这个 我们的疫情已经慢慢解封 所以我们的旅游业也开始的复苏 这40万人带来是什么意义 带来是带动了我们宜然县的 所有的经济开始的滚动 在2000年创办的绿色博览会 是宜然春天旗舰活动 从初期推广生态保育与友善农业 到连结全球关注的环境与气候议题 随着疫情解封 今年累积超过40万人次到访 县长林子庙感谢工作团队的辛劳 也向游客致谢 近年度的这个沙斯登迷宫 就在我们的吴老坑 水质非常的清澈 也感谢所有乡亲好朋友 来到了吴老坑 大家呢 对我们宜然县的好山好水 我们青山绿水 真的很棒的一个地方 金佛光大学调查资料显示 今年绿博满意度达93.1% 创造3.89亿元周边经济效益 而绿博结束后 接着要登场的是宜兰国际童外艺术节 今年主题为青春梦吐 时间在7月1号到8月13号 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导 大力 Rivers 大力 Rivers 大力 benefited 两次 二人 春梦